非常高興在軍人節前戲和大家一起欣賞 紀錄國軍身影的匠人魂短片 水下汗匠 原來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地方 有這麼專業的匠人 在那麼艱困的環境下 默默的守護我們 我們看到海軍水下作業大隊 在工作室身上的重量高達 四十公斤 光是頭盔就有十五公斤 水下汗匠更要面對潛水 在水中用電的雙重風險 真的非常不簡單 黃建志上市是大隊中 擁有國際汗工潛水員認證的成員 他不僅技術高超 在執行任務時 更有堅強的意志力 來克服多變的海象 以及低能見度的環境 在剛剛的影片中 建志說要讓大家覺得 是我汗的就沒有問題 九三軍人節 我們的國軍弟兄也有這樣的氣魄 只要我們國軍弟兄守護了 我們國家就沒有問題